哈喽,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您该了解 先做好这四件事情,才能教到女友 今天要聊聊关于说,想要教女友却求助无门 其实解答早在你们手中,只是你自己没有察觉到 与其很多人就会想说,我长得就是不好看啊 然后埋怨自己的长相,或是怨叹自己的家世背景 或是觉得自己财力不辱人 就因此而放弃谈恋爱这项选项 每天这样上班啊,回家洗洗睡 就过着这种平淡,然后又无聊的单身日子 其实你自己也会觉得想要改变 那这一次就来聊聊关于说,如果你想要交到另一半 到底该做哪些准备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做好这件事情 才有可能找到另一半 就是一,先爱自己 别人才会爱上你 之前有聊过一集关于这个重点 但这个,就是先来小小提点一下 就是华人传统的男性思维会认为说 想要得到异性的爱,你懂吗? 就会觉得说,就是要百般的呵护他 就是无微不至的奉献 细心的对待他 这样才能够引起对方的注意 才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真心 因此而感动想跟你交往 的确,就是试出善意 就是你可以得到对方 就是你知道的讯息的第一步 就是你试出这个善意 让他知道说,哦,你可能对他有好感 但绝对不是他喜欢上你的关键 一味的对别人好 一味的付出 并不代表可以就是让他喜欢上你 最终你可能不是变成男友的一个成为 有时候最后只是沦为一个工具人而已 所以呢,很多就是现在关于说 要女性啊,自我提升的文章或书籍 或告诫的女人说 啊,一定要懂得爱自己 但是男生呢?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关于说 男生到底该不该爱自己 当然也要 那前者就是大家可能会受限于 就是那种父权的那个刻板印象里面 大家都觉得父权刻板印象 可能会讲说,哦,女生可能受到压抑 但是,其实男生对等的 也因为这个框架而有影响 他自己的心态跟做人处事的一些应对上面 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说,哦,女生可能就是要 男主外女主内女生 就是可能会较为 就是需要牺牲奉献在家庭这一块 然后甚至有传统的那种思维会觉得说 女生嫁出去就是你知道,泼出去的水啊 另外一个宗族的人 就是他可能过世之后也会放到别人的 那个牌位里面 那这种东西就会导致在婚姻或感情里面 就会委屈求全 也会不停地在告诫女生 就是,然后女生可能就是 以前的传统思维里面 就是会比较受限于这种刻板的印象 所以他们会告诫新时代的女生 就是要懂得爱自己 不要再受到这个付权的框架所影响 但是男生其实也是 他们可能时日今日 男女的关系 就是在感情上面 已经不是这种传统的思维 所能够影响那么多了 所以新时代的男女 在谈感情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在很多部分上面 大家就会开始去探讨说 是不是有一些不公平 比方说,诶,夜店里面的收费 有些夜店,为什么男生懂得比较贵 某些教软体上面,为什么女生的选择权比较多 或者是,诶,有些软体就是 限定说男生一定要付费 他才能够有使用到某些的 你知道,他的功能 女生就可以免费 那这种两者 消长跟抵消的结果 在感情市场上面 就偶尔你就会发现说 怎么会有点那种不平衡 那首先要做到的第一件事情 男生就不管怎样 你可能也要懂得稍微却爱自己 唯有如此 你才能够真的去理解到 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一味的付出 一味的就是活在以前过去 那种刻板印象里面 你会觉得说 我就是对别人好 他就一定可以catch到 他就会喜欢上你 那真的不一定 所以唯有你真心 打从心也的喜欢你这个人 喜欢你自己 觉得自己还不错 别人才有可能看到你的优点 进而想跟你有更多 后续的发展空间 那对于一个身有自信的人 说出来的话 他的那种说服力跟言语的力道 就是女生可能就迷恋这种 我今天讲话就是 非常的果决跟果断 那他有绝对这种成熟的 韵味跟自我认同 跟魅力的展现 然后觉得比起 就是一般男性来的更有魅力 所以如果你不看好你自己的话 凭什么别人会爱上你呢 所以刚刚讲的那些 什么刻板印象 回归到一个重点 就是你必须 先学会爱自己 其实部分男女 都要先学会爱自己 重点就是先理解自己 懂得自己想要怎么样的感情 然后也去 因此地去理解自己 是个怎么样的人 那对方才能够去 更深刻地认识你这个人 然后也因为你有自信了 别人才会看到你 独特的美丽所在 那就是第一点 在第二个关于说 要怎么做 才能够交到女友呢 就是二 培养个人的兴趣 是好活得出彩 想要让人家更靠近你 然后进而对你感到好奇 除了就是本身的 学士涵养 让你在聊天的时候呢 能够言之有物 有所内容之外呢 更深层地牵扯到你平常的 休闲嗜好的问题 它才能够让你们在两个人 未来认识或甚至要交往的过程中 有无限多的话题 跟无限多的活动可以去参与 长期维系在一个就所谓的 有趣不枯燥法味的状态 所以就得靠你私下的活动来填补 那个聊天的空档 或是你们未来约会要做什么 就无论在刚认识的时候 你可能会被对方勾起那种 想要探索的欲望 到实际交往后 你可能就为了想要 更认识对方 所以你就是想要去了解说 对方是不是有什么 有趣的小嗜好啊 小癖好啊这样 那你除了就是想要 多认识他之外 如果真的是到交往的过程 或是暧昧到一个 犹大意上的阶段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培养 共同的嗜好 去激发更多的话题可能 如果你们两个就是 拥有独享的修行师 比如他喜欢网球 然后你可能喜欢排球 但是你们两个可能中间 可以找到一些连接 就可以 你一天陪他打网球 一天陪他打排球 这样子久了之后 你就可以有聊不尽的人生故事 多参与对方的人生 但是你必须先要 有自己的兴趣嗜好 才能够跟对方分享吧 所以个人的兴趣嗜好 它就是一个蛮重要 能够不断地汇入新的话题 跟新的刺激的方法 那能够除了各自 活得精彩之外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去分享各自的人生 那才能够让你们这段关系 能够更稳健地走下去 这也是第二点 关于说 要培养个人的兴趣 嗜好 活得出彩 你才可能找到另一半 现在第三个关于说 不要永远在等幸福 而请主动释出善意 你跟你身边你有没有那种类型的男生 就是嘴巴上总是说着 好想交女友 好想要有那种另一半 但是当别人在介绍 或是约他说 你还没有有饭局 或是有联谊活动 亦或是朋友的朋友 可能最近有些 party 当然不是现在 就是说之后 可能比方说婚宴成合 或是有些大型的 可能办的什么公关活动 然后邀请朋友的朋友去参加 那一概都晚去 一概都不去 那其实就是 所谓的心口不一 就不知道你到底是 讲真的还讲假 朋友要帮助你 也没有办法 但这种心理 就是想要 但是实际却毫无作为 他就是感觉是 有点宿命轮的男性 他就觉得说 有就有 有他就是你知道 即便我走在路上 我也会遇到 那个真命天女 那没有的话 我再努力也遇不到 他就有这种 命运论 就觉得是 老天爷会给我 就会给我 不会给我 我再努力也没有用 但是说实在 这种心态 其实套用在感情上面 真的不一定成立 因为如果你都没有 任何的实际行动 真的就可能 一辈子孤老众生 因为你没有打开 你的雷达 没有主动的 去释出善意的话 那很多机会 可能就会就此流失 你会抱成那种 就是 该是我的跑不掉 不是我的强求不来 这种消极负面的心态 真的很难会有对象 自己主动登门 就敲你的门 所以你有想认识吗 或者说 我觉得你不错 想跟你交往 就是几率不大啦 但是就是 真的很少 维护其微 所以就老话一句 想要中乐透的话 与其每天 求神拜佛 那个希望好运降临 倒不如时机一点 走去彩券行 买一张彩券 唯有你要自己去付出行动 才有可能得奖 才有可能让别人爱上你 不是吗 就是第三点 不要永远都在等幸福 请主动出击 事出善意 现在第四点 要怎样才能交到女友呢 就是四 正向思考 不让自己的负面 思考的那个情绪呢 每次都是陷入那种忧郁 很灰暗的 那种想法里面 不可否认 就是年轻的时候 可能一些年轻的女性 对于那种忧郁型男生 就会特别的着迷 对于某些 就是母爱泛滥的人来说 那种是有一种 奇妙的吸引力 但是过度 过度了 强大的负面能量了 在暧昧初期 就是让表里的对象 想认识你 想跟你挖掘 你背后的故事的时候 可能刚开始他会觉得 你真的 哇 你过去好悲惨哦 过去你知道 很忧郁 很灰暗 我可以 可以有母爱 或者我就可以当那个 改变你的那个人 但是 时间一长 暧昧久了 甚至到 实际要交往了 他就觉得 想探索你这个人的时候 他就觉得 哇 虽然很有神秘感 但是久了之后 就会产生一种负面的压力 给盖过了 就会觉得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那种 就是为什么都开心不起来 因为你负面能量太强 你怎样都会想到 那个最忧郁 就是最不好的 那个面向去 所以他就要花很多 正面的能量 或是 要鼓舞你 要让你开心 那有时候就约会所就会 他自己的情绪 也会受到波及 他自己久了 也会开心不起来 所以 负面思考这件事情呢 很容易影响到 恋情的发展 而就是不分男女的 所以在此 建议男生 如果你有 就是比较容易陷入那种低潮 或是 负面情绪的状态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 适时地表达给对方知道 但是你要 适可而知 不管在生活 家庭或工作 甚至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在学业上面 你发现啊 你就是 每次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总是充斥着 就是埋怨 然后抱怨 或是自怨自爱的这个情况 自己永远都没有办法 很像 自己没有办法消化掉 这种负面的能量 你都得要靠 跟别人抱怨 跟别人抒发 来达到那个 那解压跟抒压的效果 那 其实久了 你就得要自己去调试一下 这个行为 有可能会影响到你 就是交往 或甚至早学另一半的时候 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是第四点 请要正向思考 不要让自己 就是深陷在负面思考的你脑里面 那今天就分享了四点 关于说 你要先做好这四件事情 才能够找到另一半 那提供给你做参考 也不一定准确 但是这是一个小小的提点 说不定你刚好就是有这个问题 那我就提供给你做一个借鉴 好啦 如果对今天的议题 有任何意见跟想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可以到资讯栏外的IG YouTube 那么去订阅留言 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或是你想提出的疑难杂症 我都会一一的私讯回复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